Hello, 大家好, 我是Jomiel 身處在馬鞍山村路 剛剛在恆安村下車走到這個位置 今天走什麼山徑呢? 我們會走一條叫雁谷迷徑 過了這條路很迷的 我和哈叔和BD走過一次 但剛剛聽了一段訪問說 近來這條路已經被人走得很寬、很開揚 回想到兩年之前的事了 今天特地走一圈 先說怎麼來這個位置 我在大學站下了港鐵後 乘坐巴士87毫升 來到行安站下車 下車後沿著吊手岩山的方向 穿過隧道 然後橫過高速公路 在底部沿著山脊上來這個位置 這條山脊有很多行山客都會走上來 所以有很多條路 剛剛我上來這條路 都不是跟蹤我既定的路線 都是行山客的路線 來到的時間 總之沿著山的方向走 見到清晰的路 都應該可以的 來到這條馬鞍山村路 就差不多可以正式出發 全程五公里 由兩邊的巴士陣算起 實質上沒有五公里的距離 眼谷迷徑就是主菜 眼谷迷徑就是釣手岩的一條環山 我們會先由一條叫做蝶女隻 上去這個眼谷迷徑 走到眼谷迷徑之後 就會沿著馬尾隻下山 我腳下這條熟口熟面的路段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在馬鞍山燒烤場 撤退的時間 一條的小徑 我介紹很多次 在這裏下來會快很多 不用到這麼陰遠那麼遠 通常在這裏來 直到某些位置 就穿到行安村 今天就調回上去 在這個礦場位置的旁邊 我們沿著這條小徑上去 直去都可以的 但是鬥遠了很多 條路就在這個位置 短片來的 不要沿著水河直去 轉右手邊 描述今天天氣先 連續兩年的今天這個日子 都是一個好慶的日子 今天就事先打羅打鼓 說接下來的日子會還風還雨 天氣會差到不得了 打定輸數 原本的活動都取消了 誰知今早放晴了藍天 我當然是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在這個大風暴的前夕 上一轉山了 當然這些日子是存在風險的 看路線的時間要考慮清楚 上個Panel 短線也都不上頂的 裝備做足 也都心理準備要做足 隨時天氣會變得惡劣 要一個隨時天氣變惡劣的情況之下 都上山 除了這個心理質素之外 體能都要OK 如果你周身病痛的話 平時都不願動 更何況是說 在這些變化會比較大些日子 所以保養你的身體很重要 尤其是一副重要的關節 保養的關節 我選擇做一創 水果 上一部的科技藥奶粉 在跑市調查部的顯示 90%有效改善關節痛 獲得醫護協會認證的 醫學級數成分產品 註冊的藥劑師 骨科醫生成分推薦 最重要的是 很多專業人工員 和通山酒的我 都是選擇它 曼凌蕭雄第一 骨骼關節 奶粉產品 長期時間 都在第一位置 1的信心保證 為什麼我停下來 說完再上去呢 因為已經到了這條 小捷徑的位置 再穿出去 就是另一段 的馬鞍山寸路 所以這個位置 向下走 回望這個小捷徑 很清楚 以前沒那麼清楚 路是被人越遠越寬 就永远都是 在这个位置 撤退位 就是反向我们上来的位置 下行大概十几二十米左右 前面有个路口 有一条丝带 有个铁丝网 后面有一条维修用的通道 我们在这里接上去这个碟铝石 刚才好像说了碟铝石 应该是石铝石 因为我常觉得怪怪的 也是我想不通为什么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石铝石 扶手栏杆之后好像没有路 走进一点就看到路都算清晰 当然这条不是初级交易路线 虽然说阔落了也好 顶着弄都是一条中级路线 我问客户小资讯 常常有朋友问我 什么时候有出位的 大家都很精明消费者 我终于知道了 7月12日 应该是12日我都没有记错 我再发出一下 7月12日 这个曼铃出位价 把握时间 趁有折扣的 就买贯试一下 也没试过的话 好了 这段所谓的迷径初段 都不算太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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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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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来前路是这样的 都还有很多矿场位置 顾着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资讯直队那一个 直队那一个 直队那一个不是不够远了 不是我想走一条路 我们在这里上去 这里有丝带 还有一些树的编号 T3087 3087这个牌子 不知道要维持多久 总要认一下前面的路方 先拍给大家看看 先看看 路方是这样的 清晰的 一条很明显的石路 一条古道 说明迷径 就一定是迷迷的 直去好像有路 但右手边的路更加开揚 条丝带就在中间 想描述些什么呢 我选右手边 其实这段路 大部分我走过的 但起步这段 反而我还没走过的 一直拍着路方 和大家聊聊聊 之前走过的情况是什么呢 其实和BT和哈叔 走过两次这个 眼睛迷径 卖一下广告才帮自己 如果大家没看过 我和他有一条片 叫做马鞍山深导游 值得看回 因为那条片 其实可能我描述得不好 只说马鞍山深导游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 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那些什么 黄金碧 猪处类 沿着钓手岩 山脚走一带的 古灵精怪山径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用了这个 马鞍山深导游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什么 观察比较低 如果没看过 那条片 值得去看我和哈叔 和BT 开心走一转山 好 还而一段之后 慢慢向山上的方向走 看到我又越来越转 而除了这个 这个马鞍山深导游 有一条片之外 另一条就是这个 黎天棧游 我又被一些 行山友笑我 七公里的路程 分了三条片出那条 因为我们那次 都是玩得挺开心 很多笑料 还有很多细节 都希望拍得清楚一点 分了三条片 给大家看 没看过的 就去开心一下 好直 更肯直 加上很肯直 好了 卖完广告之后 補充多一句 未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是免费的 你的订阅是很重要的支持 好 讲回路况 大头盔时间 刚才说了 没有那时候那么迷 这个是别人的描述 千万不要有个心理想法 很容易走 这边 叫做迷径 当然是迷的 一开波就已经拍了给大家看 是有些路要给大家选择的 来到这里 又三边都好像有了 我们右手边才是 右手边转过来 一幅波板 如果不去面对波板的朋友 不会觉得这是路 但是再去看高一点 看到有丝带 看到吗 一条两条 想高一点给大家看看 好 其实波板都比什么 那么恐怖 要光闪的天气时间 好了 过完波板 继续上车 好了 前面路况 又有回头路况 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住不住得到 好了 继续拍下路况 又不迷述多些少 刚才我说这段 我未走过前半段 未走过路段 大概有多少距离 七八米左右 由马鞍山村路开始计起 直到七八米之后 会接回 就是上这个 金毛九峡 什么石铝峡 那些的山景 就算是准确 如果你看着前面路 不太多对路 你都可能会觉得是飘零的 所以这些路段 是考虑你对地图上的研判 好了 继续上了 又是这些斜斜的路段 这些路段 你一看 不知道是否看到了 好像很干爽 实际上有点濕 因为连日都下雨 先打开 连日都有雨 这些路在右边 刚刚在右边上 左边都可以 有一些滑石的位置 怎么用滑石来形容呢 因为这几天不断下雨 昨晚的雨势都挺大 只不过今早突然放晴 都是那句了 评估上不上山走什么路段 自己要对路放 和能力 自己的能力 所以要充分了解 才好想想走什么路 好 前面 继续上 前路是这样的 回望镜头 因为开始有些开阳点的位置 看回到烏溪沙码头的那些方向 对面有这么漂亮的山 就是八仙岭 太心急了 走前两步 有一个平台位置 这个平台位置 直往那些不知什么的一屋院 看回到大学的那些方向 这个九肚山 和这个六山方向 看完风景 继续上路 风景是要看的 时间都是要把握的 因为下午的天气 你猜不到几点钟 开始变差 所以都是要加紧脚程 玩今天这条短线 好了 个人的开阳位置之后 这段平衡了一点 趁闻一点 前面望镜的山顶 就是钓手岩的顶位 当然是一定的距离 又接回去主径 我叫主径 眼睛迷径 开始倒数 200多米距离 就是现在我身处的位置 都是相对来计算 道路比较好一点 虽然是微微上斜 但是很清晰 不用有钓石 钓石的路况 好奇的 好了 距离一条主径 200多米的距离 看到六邀高柱 三角网测站 当然这些是没名的 不要管了 照片上打卡 这六邀高柱 虽然没名 但都挺正的 因为它看到两个 挺有名的山 在我后面的这个 固然是白鲜岭 当我来到180度转身的时候 在我后面的 就变成了 应该是这个位置 就是钓手岩 这个开阳的位置 但这个位置是没名的 海拔多高 我忘了看 现在告诉大家 来到这里 拍照打卡 才继续上路 继续上路 路况都是平换的 尚算亲民 这一段 不过有蜘蛛网 好 来到眼督迷径上看的钓手岩 先 好了 在那个高位 拍完这个钓手岩之后 继续走这条路的时间 描述刚刚先的三角网测站 大概是多高的高度 277海拔 而我们今天整条路线 最高的位置是448 即是还有大概170左右的攀升高度 好 看到野猪 看到他在跑 其实我完全看到有人 他已经怕跑了 他令我想起山迷班 有位同学 他说 他没什么怕 最怕就是野猪 如果我刚才跑过 就会吓傻了 前面有两三只野猪 左边有声 右边有声 小猪 野猪 刚刚在前面出现 不知道大家看到 趁着看到野猪 说一说 通常的情况 我会怎样做 之前我和孩子分享过 首先保持着气势 要恶恶 和自己撞撞 另外就是 保持警觉 做一些雜声 让他知道 不离的时间 自己知情色趣的弹开 好像刚才那样 这就是我的处理方法 咦 是不是接回来主径呢 看看 看一看 好 没错 接回来主径 我用主径来描述 因为 往后直去的路 是我之前走过的 先来这些位置 描述一下 这个T字路口 右边 就是我们上来的右边 就是 远回到马鞍山村的方向 685是距离 大家搭的村巴的位置 又或者是咖啡探索馆 都是这边的方向 大部分人走这条迷径 都在那边上来的 这个比较主流些少 如果今天就走过这一段 比较少人走些 而一个转身 看回我们的左边 大概1.6公里距离 的眼睾迷径 1.6公里的距离 其实在我们的右手边 都很多一条山径 是可以通上这个钓手岩 例如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看到吗 走前几步 就已经有一条叫做石旅峡 再走前一点 有一条叫做金毛九峡 又想走前一点 有什么灵圆左 灵圆右 还有这个黄金碧峡 很多条 上去钓手岩的三径 上次我所说的马鞍山心道 就是在这条山径上上下下下下 被阿B的路点在那里上上下下下下 不过是好玩的 OK 今天又走的简单一点 因为眼睾迷径 为什么我走这条眼睾迷径 突然有心月来潮呢 因为刚刚早就听到过电台的访问 就是SportSoro那边 访问马鞍山塔塞本压馆长 就说附近有什么山径好走啊 我刚刚又走到青蛙石那边 他也有提过 那他说其实这边这条都 在这个天气都适合走的 那我又觉得是 因为我一直都想 静下这条的眼睾迷径 那让它叮一叮我之后 就发觉 其实虽然是迷些少 但是如果天热来算 其实是树荫指数高的 如果你处理到一定难度 其实都是好玩的路线 那我就所以走这条路线 回头一望 树荫指数有多高呢 外面有些阳光滲进来 又衬托着这个竹林 立即漂亮 来到这个竹林位置 左边又看到有路可以上山 我经常说 马鞍山一带 是很多野玩 CP值很高的 不怕没野玩 最怕你没能力玩的 回想和哈叔Bt的两条片 这个离天窄道 和马山深度 都可能超过一年半 路况坦白说 就不太记得 除了一些烂路线之外 但印象中 这条眼睛迷径 都没有阔落 都可以跑着去的 OK 这里有个位置 我记得上次和Bt 他们在这里探过路 究竟是不是这条路上呢 那游移了一阵 好像到最终都不是 要看回片才行 就直去吧 然后走前几步 又在这些位置游移了一阵 然后看到尸带 好像在这些位置上去 OK 跑了去的时间 刚刚看回地图 刚刚那个位置 就是说 刚刚看到有尸带 跟之前Bt在游移 上不上那儿就是 石旅盒入口 刚刚上来的位置 那条不是石旅盒 事件一段时间 不太记得了 石旅盒是什么呢 上去有一个很窄的洞 要捐过去 我们上次还是放下一个背囊 然后捐过去 再捐过去 是一个挺好玩的位置 来到一个较阔的位置 右手边好像有些事情发生 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 渠位 还是石位 渠位 就是金毛九峡 这条金毛九峡 我也忘了上次和Bt 是玩上还是玩下 这个好像人工弄出来的 渠位 就是梳水 下游的位置 好了 离开这位 继续我们这条的 硬谷迷径 好了 树音指数虽然不高 但偶尔也有一些树那位 被望出的景色 烏溪沙的方向 直望过去的马士州 和对面的八观音像 有一些天然的山水位置 很湿的手 竟然不喝得好 很清凉 真的冰凉 有点想喝的感觉 刚刚我上一条片 分享了一些山间水 可以喝不喝的话题 如果你走到这个位置 譬如你的瓶 刚刚喝了水 有一个瓶的瓶 尝试一下 再半瓶回去 不要这样喝 回去煲滚了喝 薯枝 应该是挺清甜的 好了 山间流水位置 你走到这个位置 尽头峭谷 怎么办 OK 不要紧要 路在我们旁边 这里有丝带 这里跨过去 都不太难 我记得 好 梅门镜图 几个石级位置 前路是这样的 一些霉霉烂烂的 骯髒绳 不要搞它 真的没有需要搞它 这些绳 OK 继续上的时间 沿着刚刚刚的 顶位跨过去 真是转左了 转左了 转左之后 直望有些静的路 好像很惊险 不要管那边 我们待会是走那边 看看右边 这里就是零圆左臂 这个钓手岩 山脚上面 有一个石围 好像一只猩猩 一个圆人 两边的山脚 好像是手臂 这个就是左边那一条 当然 我们不是上去 纯粹妙术 同样 这里有些有心人 困一条绳子 我经常形容 就是这些简单的位置 都有这些绳子 就是代表一些 上了年纪的神运客 他们会走一些 比较难一些的路 有时就可能 有心人弄了这些路 去帮他们手 这个纯粹我推测 OK 都是件好事 但大家用的时间 就要考虑清楚 或者不要把所有的力量 下来回望镜头 在这里下来 回望镜头的好处 就是看回望镜头 下边好像有条路 但刚才又不多 有丝带 还可以看回望镜头 来到找到的时间 就自己判断清楚 看清楚一点 好了 继续拍下这条 的眼光迷景 给大家看看 又有个开阳位置 同样都是看着 套路港的方向 好了 看出的风景之后 看看我们脚下 这个是崖边位置 不要看太跌跌了 现在回望镜头 就是这个 钓手岩的山势 看着 刚才背着 这个钓手岩的山势 就是告诉大家 刚才那些 古灵精怪的名字 那些什么 石铝石 金毛狗峡 灵源阻避 就是 在刚才那些山势 慢慢地站上去 所以都有一定的难度 这里是不是又有路上来 不是 纯粹好像是 OK 继续走 来到这条分叉路 来到回望镜头 给大家看看 刚才我说 疑似有路 就是这个石的位置 看外面 开阳的套路港 景色 之余 分叉路在这个位置 左边直下来 就是感应院的方向 有丝带 这条路 我记得走过 不算太难的 刚才的处理得到的话 这条路也处理得到 而我们就会 右边走到这些小的 硬谷迷径 而当我们继续渔下来的 硬谷迷径 之时 微微看一看 它的右手边 又有一条山径 这条就是黄金壁 这条的黄金壁 是可以最近去到一个 很可人的位置 叫捷眼台的位置 我记得那次和BT 都好像在这里 上去捷眼台 接着还起了一阵 喝咖啡 挺疏爽的 而我们现在走到 这段仔的硬谷迷径 大概是八九八弊 左右的距离 之后就会接回 这个马尾直 真是上这个牛鸦山 的一条主要山径 转左边 下山的 当然 如果你说你已经走一段 硬谷迷径 觉得都够皮 在刚才的分叉位 下来的 感应远方向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我们现在去到 马尾直 下山的时间 看看时间 或者看看天气 可以的话 或者居住去牛污水塘的位置 牛污水塘 是一个挺正的位置 我应该有两年去过 可以过去看看 有点甜的路况 先看看 两边都弄成绳 好像很危险 平时没什么 不过今天 有些石都湿湿滑滑滑 那些石又未来 在外车 都是要小心些 但是还是不要弄成绳 过完绳位 这里 好像一条石河 实际是一条干的坑间 看看下游 这条坑间有人玩 叫做折眼坑 即是大概可以上到折眼台附近 是不是直直通道就不知道 我还没玩过 而再看前方 有条挺有趣的上斜路 我们要沿着它上的 好了 沿着折眼坑旁边那条斜路 上十多二十级 之后来到这个开阳的位置 前面的缸很漂亮 下面都有村 我们以为这边下来 是不是? 这边不是 这边很有名 是什么位置呢? 在我身后这条就是钓手北脊 可以从这个位置上去钓手岩 直下来又是感应院的方向 即是说如果你够皮的话 在这里下来都可以 这段的钓手北都上OK的 但是呢 我们就不完这边下了 因为我想走整条的眼睛迷径 走前一点 就会继续接班去 上去钓手岩方向的另一段北脊 另一段的北脊 在我们前面 大概由刚才的位置 上限20-30步左右 整个大门口 两边有丝带 我们这条硬谷迷径商 就来的银银很多了 在左边一条小路 上去钓手岩的这个位置 来个回望镜头 给大家拍一拍 刚刚所说的 开阳点的位置 就在前方 这里有很多标记 又有丝带 又有噴漆 前面还有噴漆 这边直上去 就是钓手岩 好了 钓手北的大门口 之后 沿着在左边 这条 不多起眼的小路 延续这些小路 大概六七八米左右的 硬谷迷径 虽然它没有钓手 不太难 但是千万没有轻视 一个叉错脚 在我们现在的左手标 都非常麻烦 所以小心点 不要钓手以轻心 好 又是时间已经前面的路况 隐隐隐隐的都可以看到 路都算清晰的 下面的山脊 我们回望镜头的路 其实这些路 平时就没什么 但是现在湿湿滑滑的天气 都是那句 慎逢 就先一旋脚 滑了向你的左手边 所以要走得小心点 警觉性要高一点 我都不断 其实不是提醒大家 而是提醒我自己 前面有绳 这里有些滑石 一线下去 都是可以大劲的 过了 所以刚才那些位置 我都会轻轻 扣着这条绳 伸防线 一线脚的时候 有条绳帮忙 刚刚还过一段路 是这样的 同样旁边有些绳 给你轻轻 借一借力 或者提醒你 另一边 是会测下去的 距离至马尾 还有500多米 距离的时间 遇到垃圾 这棵垃圾 垃圾 都垃圾得挺矮的 要捐过去 又有些什么 我选择爬过去 改了先拍给大家看 回望镜头 捐都捐得到 爬都可以 看你自己觉得哪样 容易处理点 最重要过来的时间 小心前面还有栗树 不要让它垂头 个人棵树要注意 疑似前面没有路 很大机会 大家会愿意右手 哪里 未未想 以为跨过这条坑 直上都有丝带 垃圾 但前面实际上有路 我忘记两年前是不是这样 可能有些树倒过 隐约还看到丝带 我们要横过去 这边 是树后面有路 过了先 那里 在那个位置 直望过去的路 小心过 这段是比较稀少的 先横过了一棵树 跟着再向下走 都看到有路 这里 坑的中间 先回来坑给大家看看 现在先看看 这条坑有没有名字 OK 我们横过坑之后 这条路在我们的 大概是11点方向 OK 没用到一条路 是吧 都是见到有枕树 先拍一些石 给大家看看 今天天气这些石 就是非常滑的石 什么鞋都死了 过完坑之后 微微向上走 之余 会听见左手边有水声 我们会 向上微微 上斜 跨过这条牛乌石间 一直向前走 未到牛乌石间 已经见到枝楼了 这个位置 大概距离主间 还有八两米距离 距离 路在这棵树的后面 我觉得过完这个 钓手蓝北截之后 整条的 眼谷迷径 开始似我心目中的眼谷迷径 开始有点难度 还有很多湿滑 还有很容易迷路的感觉 前半段 相对来的 真的容易 好了 要过坑 看看怎么过去 看一看 上游 到那条坑 然后向下走 下游水 举了一点清晰 这个位置 可以不湿脚的 但湿不湿脚 不是重点的 不要滑一滑脚 一滑下去 很难够 好 来个回望镜头 这条还未是地图上 显示牛乌石间的位置 真是枝楼 前面两条奔枝路 右手边的 是微微向上走 而左手边的 微微向下走 我们先看一看 左手边的 地图上只有一条路 都向下走得多急 而且越走越密 也都不多觉 有什么标示 反而向上微微走 那条路 寬阔些少 还有有个温馨提示 的几日子在这里 我们沿着向上走的方向 走一段 再确定位置 这里写着 绿石高危 前路艰辛 沿着这里 走一段 再确定下方向 对不对 好了 向上走是对的 条路都很清晰 相对 刚才左手边那条 肯定是清晰很多 不过 看回地图上 给大家看看 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的 对不对 都说这里不是 是有事实根据的 好了 看不看路 不断上斜 刚才说了 今天最高点 是447海拔 大概是牛乌石垫的顶位 我们还没过石垫 所以 是要继续上的 看到到顶的位置 又看到很多绳子出现了 好了 来到这个牛乌石垫的 过间位置 这个位置先描述一下 好天和不好天很大分别 这里有条 给大家安心些少的水 在过的时间 轻轻放置都没有坏的 流下去的水 直接到牛乌水塘那边的方向 好天的时间没什么所谓 雨水天 连续大雨很多日子的时间 千万不要玩这个位置 因为 就算平时 上面没有东西涌来都好 都难过 对不对 选择好日子才行 OK 现在过去了 虽然我们平时说 没有依赖一些绳子 但是这个位置 这么滑 我自己的手 都微微放越绳子 有时候有些东西 又不用这么滑 始终 都有少少作用 过来了 当然有树当然是抛树 有石 有手位的 当然是抛手位 好过来 来个回望镜头 先来 回望镜头 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一个不小心 就是滑下去了 可以很大劲 过完间之后 是否有好日子过呢 当然 没那么容易 这段 还有一点 过来 我印象中 接回去 马尾石 就会好一点 马尾石 其实是斜 是急 我自己就觉得 相对的 我看见的位置 先设计 这里有一幅滑石 滑石之下 有一些 好像曾经 傾斜过的 垃圾 这里有一条 绳 我选了 一条绳子 上方过去 因为石头 真的挺滑 没有什么滑手 来到的时间 就自行判断 哪个位置 好险些 回望镜头 平时 这个滑石 未必滑的 再低一点 都可能有条路 来到的时间 自己看清楚 你会看镜头 一条绳子 在这里 複石 在这里 平时干燥没有什么 今天湿滑就一定滑死 下面都好像疑似有路 好 看前面的路 向下走好像有路 再仔细看一看 直去都是有路 而我们要走的路 是直去的 不要躲在下面 直走十多二十步 又有一条向下走的绳子 一条尼龙绳丝带 很明显的距离 马尾距离 只有二百多米距离 小心点 平时没什么 都是那一句 现在就死了 小心点 要来 落了大概十米 八米左右 我们跟着就右转 回望镜头 刚刚那个绳子位 就是这里 这样下去 好了 继续前行 前行十多二十步 又上斜 不知道是不是 上一段的上斜 但怎么也要上斜 好了 再拍一些上斜的路段 给大家看看 因为这段路段 上斜也不是短距离 由刚才的位置 直到马尾距离 这里是200米距离 就是说这里 最多 都可能要上200米距离 但是当然 这是最多的可能性 到这个位置 已经开始幻异了 差不多 接到马尾距离 路段 的时间 依然是高树音指数 正是因为高树音指数 其实是非常滋滑的地面 比我预期之中更加热 今天 看到吗 红色的蜈蚣 哇 这个东西很毒 好了 出一条这么漂亮的路 就是马尾距离 是不是开药花很多呢 我们向下走 去上走 都可以上牛鸭山 出来的路口是这样的 都有一些行山队的富豪 有丝带 好了 一直在下这条马尾距离 的时间 先瞄想一下 我已经决定不过这个牛鸭水塘 因为听不听到东西越来越大 我已经赚了一些好天气了 如果等天气惡烈才下山 即是我有个朋友 有一队朋友 经常亲身示范了给我看 就是有些什么叫 凌天公赖尿 去到埋尾的时间 乱夜就无谓 所以我决定就由这个马尾距离 直到这个烏溪沙站 就结束的行程 由这里下去大概是1.2公里左右的距离 路方是斜的 是这样斜下去的 但是相对来 刚才来算是很狠一点的 这些路 同样如是 一最大的考验是滑石 因为这里相对来比刚才更加斜 如果线脚又更加大 所以要高度戒备滑石 这些有青苔都还可以 刚才有一些很滑的石 真的要小心些事 我已经不下说了很多次 这些石很滑 大家都敢而感受得到 Anyway 对你们来说没有影响 对我这一刻要小心 你们可能要注意的是 不要选择这些天气来走 当然啦 凡事都要尝试的 如果你平时处理这些路段 是见度如飞的 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 处理过那些湿滑的路段 那我都建议可以 找多人陪的情况之下 有时操下这些路 你不试过呢 又真的掌握不到 落脚或者控制的度数 真的要试一试的 你没得说 但是当然 反过来说 平时好天的时间 都 这些岩岩沉沉的路段 都落到 老老老老老老老的 那就更加不应该 落雨的时间试 处理好好天的时间 的处理之后 才再试 失华的路段 好了 继续拍着路况 统建一下今天的路线 缩短在烏溪沙走 大概都是4公里的距离 OK 风停止越来越大 OK 眼谷迷径 我当然是一条 可以给大家做锻炼的路线 有很多上上落落的位置 琴石 或者容易迷路 但是又不算是很容易出大意外 除了你走旁边那些 金毛九峡 黄金碧脊 那些不算 只算眼谷迷径 和接驳之前这两段的路段 我觉得是一条 挺好的练习路线 当然你说后半段 觉得处理不了 可以在这个黄金碧脊 那个T住口 就落到感应丸 那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在这个黄金碧脊之后 来到这个马尾脊 这段 的确是稀少的 尤其是天雨露滑的日子 好天的时间 自己考虑一下 如果不好天的话 那我都 除非你刻意要试滑路 如果不是就可免則免 而驱使我来 再走一次这个眼谷迷径 的那句说话 即是说 现在已经不是很迷 究竟成不成立呢? 头段 或者接回去 我叫做这个 眼谷迷径的主径那一段 的确是不太迷 但是后段 我不觉得是不迷 如果你不是平时 找路的 都应该会迷了 不要当是一条二路去玩 怎样都是 中上级的路段 而这个有趣的地方 我也是听到 PC那段 电台访问 我才知道 原来他分享 这个眼谷迷径的名字 是怎么走出来 是那些行山前辈 他会某年某月某日 去走大陆的景点 接着回来香港的时间 再走这条路 他觉得好像大陆的景点 那种感觉 那个景点 我不记得在哪里 不知道是硬督什么 接着就变了硬督迷径 其实如果最简单 直接描述 在这个钓手岩的山腰上的路 那如果狮子生有狮肚棧道 这个飞鹅生有鹅肚棧道 那这条都应该是钓肚棧道 好 好了 拍一拍这段这么短的路 给大家看看 这里距离这个马路边 大概还有600米左右的距离 路直不紧要 另一个考验是 又是无限上网 不断破蜘蛛网 再开多一段镜头 给大家听一下风声 听不听到 嘟嘟嘟嘟嘟嘟 好了 下到差不多了 来个回望镜头 刚才 这段是直的 下就好玩的 上都好金的 尤其是热天的话 虽然树荫指数也算不错 还要分岔位置 左边哪有路 左边是通去牛污水塘 我们简直下 雨都开始慢慢地下来了 希望让我赶球 下雨之前下山 就舒服点 没那么濕手濕脚 来到这一段 开始平然些少了 好了 三百多米到底的时间 给大家看一看 想说什么 这些山径地图上面的标示 就是我们用开的离线地图 又是表示灰色 刚才在山上很难的路段 又是表示灰色 我想带出些什么 我经常说很多次 灰色咖啡色 真的不要太尽顺 没有什么参考数值 你以为一说灰色一定是难路 你当它 灰色也不一定容易 那你就会有些心理准备多一点 这个位置 告诉你之前 你可以去钓手牙 不过是有危险性的 OK 来到这里平衡很多 雨也开始来了 算是控制得OK的时间 刚刚玩完才下雨 给大家多个镜头 始终捱不到尾 大约了百多米 距离回到市区位置的时间 雨开始来了 OK 虽然天雨路滑 都微微加快脚步下去了 好了 接回来坑培边靓路 沿着楼梯级下去 好 下了一段楼梯级 再穿一段山路 就是大马路来的了 好了 接回来靓路了 哇 我的雨大到了 哈哈 雨小微微 收紧遮小 做个简单的总结 下来一条公链仔路 转回来跟着牌 去尼安天的方向 接触今天的行程 大概四公里左右 反押时间 玩了四公里的路段 又开始大OK 总之出发之前 自己走着自己能力 行到天气全场一早 才要出发 今天路段是好玩的 有一定的难度 OK 是一条可以看到东西的路线 来的 我自己就挺建议一些想想 操作技巧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这条路段 一条挺好玩的路线 今天分享到这里为止 总之记住 量力而为 省山看天气 哪有拍下 以后拍下 希望大家会喜欢短片的分享 喜欢订阅频道 订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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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订阅是很重要 一个很大的支持 今天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条片再见 拜拜